日前在新北市间从一处民宅发生天花板的坍塌意外 那么一度造成有住户受困 似乎一查才发现原来这一区有非常多户都被检测出住的是海沙屋 而尽管早有超过九成住户都同意要都更 但其实呢大家已经等了好久都更迟迟没有动工 这一回又在发生这样的严重意外 现在住户只希望能够来加速都更程序 碰得一声巨响天花板整片坍塌下来 钢筋水泥大大小小的砖块散落在地面 要进入屋内都得小心翼翼寸步难行 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崩落 这个家早已不是家而是灾难现场 新北市三重这处旧公寓屋龄超过三十年 在上个月底房屋突然崩塌 住户一度受困在内险些被砸伤 而会发生这样的意外就是因为这里共有135户 被检验出是海沙屋 确定是百分之百是海沙屋 现在突然发生这种事 我觉得我的生活已经好乱好乱 我不知道怎么去维系我以后的生活 我需要负担这间的房贷 我也要担心外面的租金 还有一些生活费的一些开支 你这个房子也是要缴睡啊 每天睡不好 三重永安北路这一带有三个区域 是海沙屋其中40户的这一区 预计明年就会开始都更 但这回发生意外的150户这一区 明明已经超过80%的住户同意都更 却迟迟延宕 进度拖延到现在酿成严重意外 很多屋都有这种状况 我们希望是政府就是帮忙说 能不能把这个省议的时间缩短 要不然让我们这边在那边担心 受怕也不是办法 这次崩塌的房屋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还有很多住户都有发生屋内碎石掉落的状况 海沙屋一日没解决居民就一刻不得安心 对他们来说更像是一颗未爆弹 记者洪小璇孙盈役新北报道